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变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首相当中是大川字长 大川字长格局大,纹路建具大 而且的纹路清晰又深长有力 那么川字长是利于外出闯荡发的 窝起来百事难遂 就是说你在家里老家待着就很难顺利 双帝文是命应客亲人 所以初期闯荡发展对自己的亲人也是有利的 人文是看才华发挥,看学业 人文折断不利初期的学业和事业 三十岁之前有一些波折起伏 但是主纹路清晰深长 抗压能力强,波折起伏可以扛得住 财工也是比较饱满,格局大 后期的事业财运还是不错的 我们看这个财工饱满,财运比较旺 掌心凹陷 这个是聚财的一种表现 命局里面呢,这个是财运比较棒 可以求财创业,并且将来可以存得住钱财 小指往外分,是离家之人 就适合离家外出闯荡发展 跟子尼的缘分也是比较包 我们看这个是金行长,坚实有利 而且呢,成这种什么呢?方正 手行方正,利于公司企业的发展 利于职业运势,是做事业的降财 财工饱满呢,财运比较旺,也可以求财创业 但是实质和中质的缝隙比较大 注意理财,人文和天文之间的有三角形的纹路 三角纹是容易犯情伤的 这个是出现在智慧线和感情线之间 我们看这个绿线是事业线呢 后期呢,有这么多阻碍纹的蓝线 说明事业多波折阻碍,发展不顺利 财线是红色的,财运不稳定 说明跳槽转行比较多,不能稳定发展 天文呢,是负事业线 那么前部呢,你看里面 清楚的有几个连接的导文 这个导文35岁之前呢,问题麻烦比较多 包括姻缘方面 好了,有关这个首相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文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请您关注我们下期,再见